欢迎收看财经大白话 乌尔战争开打到现在已经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现在全世界的能源大战也正式的开打了 包括台电在这个礼拜是调涨了电价 而日本现在也已经打算他们要重启核电 反而我们来看到在南半球的澳洲 现在也因为电价涨幅甚至超过了一倍以上 造成了企业纷纷的出走 这对于经济的伤害还不仅如此 如果说接下来俄罗斯切断了天然气的供应的话 我们看到德国的部分 首先他们的GDP会立刻萎缩12.7%的一个幅度 而另外在英国也因为现在已经自身难保了 所以他们打算不再提供盟友天然气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整个能源大战开打的情况之下 对于经济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冲击 而台湾能不能够躲过这个螺旋式通膨所带来的一个攻击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来宾 包括资深媒体人王上志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翁伟杰 大家好 还有清大原子科学院副院长叶宗光 大家好 我们要先请教上志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在台湾的一个部分 包括其实像是在日本新加坡澳洲 都纷纷调涨他们的这个电价 所以亚洲经济这个伤害到底有多大 亚洲能源危机的这个部分冲击 当然还是来自于从俄罗斯的部分的这种能源 被制裁跟停止之后影响全世界 那亚洲的部分的冲击性是一个结构性的 不只是调整电价而已 我们来看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像印度跟巴基斯坦 这个地方缺电的影响 学校跟店家都关闭了 像是在斯里兰卡的地方 都知道先前他外汇存底已经发不出钱 甚至连公务员都说可以请五年的 无薪假可以出国打工 另外包括像新加坡都未雨绸缪 那么现在对于未来的水利发电 在今后都要靠着辽国来供应水利三成的电力 在刚刚其实刚刚也就提到了 澳洲的地方的部分 因为缺电的关系 制造业的部分已经打算要转移海外 那南韩当然是最明显的 从七月接下来开始 每度电的部分涨价 涨的部分看起来不多 但是是开始涨 持续还会调涨电价 包括大概从35块台币到51块台币 当然最多的我们要先来观察日本 因为日本按照道理 应该对于这样子的能源危机 应该有所准备 但没有想到 在六月二十七号日本的这个被载能量跟台湾一样 在二十七号居然只剩下百分之一 几乎整个电网就要崩溃了 你有想到六月天气已经非常的酷热 用电量不要高 对主要是因为现在中国是因为热浪来临 在日本遭遇了大概都是四十度以上 包括它的原来的这个下雨的季节 雨季都提前结束 所以七十一年来最早结束 那这样的气候影响之下 用电量爆热炎热的情形之下 那它的情形其实看非常的部分严重 包括现在日本的部分的政府 都已经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比如说他们都希望呼吁 大概在下午三点到六点 这个期间尽可能的部分 不要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要开冷气的话 就把电灯关掉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日本的公务员 日本的公务员现在这个画面就是 他们好辛苦摸黑在工作 因为开冷气就把灯关掉了 另外让日本的大卖场 过去大卖场都知道冷气非常的冷 现在都已经有公告说要节电营业 调高了部分的气温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部分 还是日本的现在整体的部分 像包括民间 现在包括民间当中都呼吁说 如果家里在大厦当中有两部电梯的话 大概只要开一部就好 所以它的民生的影响很大 最直接的当然还是包括电价的调整 日本的持续的这个电价的部分的调账 从去年一整年现在到现在已经调涨了三成左右 那么在七月份又要再调涨 那么调涨的幅度非常的高 包括大概调整到大概约莫从55台币到1900多块台币 这样子的规模还会持续的调涨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有关于日本核电 因为福岛的部分的这个核电事件之后 整个日本考虑的部分 是包括核电厂都要陆续的部分的来停止 但是现在有关于包括 现在我们知道原来在2023年 在2022年今年年底可能就要停止的 这个部分的这个岛根核电厂的二号机 现在在2023年可能就要重启了 所以有关于现在的整体的日本的这个核能的部分 原先基本上都认为因为福岛的影响 应该要全部停止 但是现在就刚刚讲 能源的危机对日本的冲击的情况 现在包括连核电都要重启了 好 要重启核电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其实整个能源的危机是持续在发酵当中 刚上次有提到 不过现在除了在日本之外 其实在英国欧洲的部分 其实现在状况也是一样蛮惨的 英国社会之路 我们可以持续看到的 它的能源的部分飙涨 对整个从政治 社会跟财经的结构 是一个全面性的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英国自己本身 都知道在俄罗斯的部分的天然气 大家抵制之后 按照道理 因为英国的部分的北边 他们流天然气的油田 早先本来会承诺 要供应给其他欧盟的部分国家 但是现在最新的消息是 英国也计划要关闭 通往荷兰跟比利时的这个管道了 这个影响非常深远 那么包括英国现在的电价 也持续调涨 调涨非常恐怖 我们可以看 每年调涨到2600英镑 9万多元 这个当中使得 现在未来有大概三重到四重的 英国人可是用不齐 这个比例非常的高 那这个部分的话 最主要是英国 他们自己现在都已经自顾不暇了 对 然后当然对社会的影响 就造成的刚刚讲 电价或农员本身 是对整个社会当中的通膨 使得更是雪上加霜 今年五月部分英国的通膨的部分的通膨率 已经来到9.1%了 是50年来的最高水平 这里头可以看到 英国人其实现在的节衣缩食的情况 连英国央行的行长也都说 这已经来到末日 这样子的形容 英国的生活退回到20世纪50年代 这是什么样的低水平 那么这当中当然社会的动荡不安 也影响到包括很多 连我们难以想象的 按照道理律师 不是应该是收入最好的吗 对 可以看到现在英国的律师 现在都在进行罢工 因为影响到收入所及 包括英国的年轻起步的这些律师 他们实际收入将会低于最低的工资 那么导致整个包括司法系统 不止这些蓝领白领都有 包括铁路海路的运输的这些工会 都发动大罢工 从能源影响到通膨 从通膨影响到社会 从社会影响到罢工 我们在这一次 尤其是在工业用电的部分 一次就调涨了这个158 其实除了是大家所熟知的科技 也包括传产 其实也都是造成重伤 整个上中下游真的是无一幸免 王智这次的电价的一个调涨 最重要的关键是来自于 台电长期的一个亏损 那已经面对到了一些 相关财务的成本的一个结构的挑战 所以其实这不得已知道调涨电价 但其实相较于电价调涨的部分 看一下这张统计图卡 其实在国内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电费 其实对于制造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 那么现在目前统计起来 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些制造业 其实在全球的产业地位当中 都有一定的规模 所以其实相较于他们的规模 跟电费成本来讲 我们来看到 根据2020年的这个电力成本 占生产成本的一个比例的状况来说 全体台湾制造业的平均 大概是不到2% 就电费占整个制造业的一个成本 其实大概不到2% 那你说这2%看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影响 其实这个电费使用它 使用者付费 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对国内的企业来说 也都可以接受 但是最重要的是 现在要面对到的是 供电不稳定的问题 你不能说我涨了电价之后 然后我电费已经都付给你 但是你给我一个容易跳电的环境 这个其实对于制造业来说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 其实很多制造业 包含像在半导体产业当中 大家要知道 半导体的晶圆生产的过程里面 是绝对不能够断电 一旦断电 就会造成极大的一个经济损失 甚至是在这个订单上面的一个锻炼的问题 所以其实在国内的部分 使用者付费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电力的结构 能够去支应我们国内的这个制造业 因为毕竟我们国内的制造业 在全世界的一个产业供应链上 是占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位 所以其实现在目前看起来 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在钢铁 水泥或者是机械的部分 通常在电费的部分是相对占比 是比较高的一个产业 但是事实上就现在的一个经济环境来说 要面对到的麻烦比电费更大的是 第一个是电力的结构可能出了一些问题 第二件事情 现在全球的经济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一个压迫 产生了一个需求衰退的一个现象 那么现在的这些传统产业的一个制造业 它下游的一个需求已经开始消失的同时 又要同时涨电费 这一来一回之间的一个落差就会变成说 过去我如果接单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涨电费OK 我可以付得出来 但是当你现在在涨电费的同时 我面对的是我的下游的需求 开始进行大幅度的衰退 这一来一回之间的一个差距 当然会造成这些传统产业的一些相关的冲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的部分 下一张图卡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边 其实就非常明显的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比较属于恶性的螺旋式通膨 怎么说呢 我们看到从乌二战争以来 这个是在全球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引爆的导火线 我说是导火线 因为其实从2021年 全世界在针对于能源减碳排放的同时 其实已经造成能源的价格在往上攀升 只是乌二战争去点燃 那这个导火线让整个能源的价格往上去喷发 所以现在原物料的成本飙涨 造成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民生的一些 相关的制造产品的价格 必须要面对成本上升 而进而去调涨下游通路售价的一个状况 所以物价上涨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吃什么用什么 穿什么都好像变贵 然后当你觉得钱不够用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刚刚看到 上任哥有提到 已经开始罢工 为什么要罢工 因为我的薪水不够用 我必须要要求我的老板来加薪 所以员工要求企业要加薪 那加薪了之后 OK 让你说你不够用 我加薪加给你 但是我面对企业加薪给我的员工的时候 我必须相同的 我又要再去调整我的下游的售价 因为我的员工成本增加 我面对我下游的这个产成品的成本 又变成增加 我就要去调高这个售价 再去转嫁给消费者 然后回过头来 怎么好像下游的消费者 又感受到了另外一波的物价调整压 所以你看员工要求加薪 再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再看到员工要说我钱还是不够用 那钱不够用再回来 就变成是一个恶性的通货膨胀的一个循环 其实伟杰现在提到这个螺旋式通膨 就是台湾现在很担心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礼拜电价涨了 然后半导体的新鲜人起薪涨超过6% 大家可能觉得薪水涨应该是很好的 为什么会大家会那么担忧呢 因为如果说你要求加薪的话 员工要求加薪的话 那所有的东西产品价格就会往上 呈现一个螺旋式的上升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会助长通膨的情况 更加严重 没有错 我想其实通货膨胀在正常的 这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 微幅度的通货膨胀 大概世界定义2%的3% OK可以接受 为什么 因为当我的薪水 我的所得 可支配所得可以消费得起的时候 会良性的带动产业的升级 跟经济的成长 可是当现在一旦 不管是电价在涨 还是我们的万物起涨的同时 我薪水相对来讲不够用 我就会开始什么 缩衣结石 我口袋变薄 我就用的钱变少 变成怎样 恶性通膨 我的需求下降 然后变成厂商的 转价的这个价格 我找不到消费者来转价 那怎么办 那就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 螺旋性的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环境 好 我们来看到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在通膨的问题 那其实现在也在关心的是 接下来这个通膨的情况会不会更加的严重呢 而且除了是在亚洲之外 包括在欧洲 我们知道这个乌俄大战引发了这个通膨的问题 如果说接下来大家很担心的 俄罗斯方面如果真的有出现了断气这样的一个举动的话 其实上至这对于整个欧洲来讲 真的是投下了一个经济炸弹 没有错 现在有关于俄罗斯的部分的棒框 它的影响性特别是对于德国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这个冲击你最直接洗很多层面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跟洗澡有关 其实在德国来说都知道 他们大概1.64%的人每天都洗澡 但这里都倒过49% 也就是过半的人是早上洗澡 欧洲人们早上洗澡 这个大家都知道 而且这当中洗澡的部分 自己的时间都蛮长的 大概都洗8到12分钟 用了很多的水 所以为了呼吁要改善 所以包括德国副总理 也就是他们经济部长哈伯克 他就特别提到从洗澡 那么好好的谈了一下 他特别提到他是要以身作则 他呼吁大家其实要节省洗澡的时间 他说他自己去洗澡 大概其实5分钟就搞定了 因为他现在他身边有很多的 比如说荷兰的一些其他的朋友 他们都宣称现在能源的部分的关系 大家要好好的就是说运动以后 好好先运动之后洗澡时间 都要10分钟跟搞定 因为大家刚刚讲 平常洗澡是比较长 因为缺天然气 现在连洗澡时间都要被压缩 现在他呼吁要5分钟 而且他最夸张的部分 他不止说洗澡 他还呼吁大家 要减少包括使用暖气 使用三温暖的次数 他说还可以改善皮肤 他讲得很夸张 他说现在洗澡 只需要洗四个部位就好 很难想象 只要洗臀部 腋下脚跟腹骨勾 四个地方 那么德国其实这当中 我们知道西方人 有的很爱干净 有的不爱干净 但是只洗这个部位 观众朋友你觉得够不够呢 这个部分当然是德国状况 当然讲到洗澡之外 跟水有关 当然是很直接的关系 在德国的方面 因为全德国 大概有6000座游泳池 目前当中60%以上游泳池 现在都做了很大的改变 什么呢 就是调降他们游泳池的温度 因为现在在知道 只要是每调降2度的部分 游泳池的水 就可以省25%的部分的 能源用电之多 所以这里头当然要考虑到 其实在通常室内游泳池 或室外游泳池 大概温度大概是 23度到27度左右 当然不要忘了 还有一些婴儿池 还有德国是非常注意 包括一些残障的朋友 他们用的这些疗养池 大概掉到32度 用的水温 可以讲说都是温水的游泳池 但是现在都遇到了 很大的部分的考验 那么德国都被迫 恐怕要进行调整 当然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学校的部分 包括黑森帮跟学校 也都要求要减低 学校的这个部分的 这种淋浴设备的热水 也倒减少了 那么当然对德国 直接冲击的影响 还包括了现在德国自己 都知道早前都是 透过北溪二号 取得俄罗斯 非常便宜的天然气 但是现在德国要改向 包括卡达 纽约威跟美国 来买天然气 但是都知道 德国先前没有 天然气的接收站 这个很头痛 那么目前他们现在 考虑要怎么做呢 就是他们要征收 这个北溪二号 因为北溪二号 这个过去是俄罗斯投资的 他们现在如果说 要征收之后呢 要改建沿着这个 北溪二号当中 在这个沿途 做一些可以直接 接收的接收站 让天然气 可以从这个地方进来 这是德国的做法 当然现在德国 现在考虑的 也是一个很大的 矛盾的地方 就在于核能 都知道德国注重绿能 注重非常这种 包括碳排放的问题 那么在早前 因为福岛的日本的 这个核能问题 发生之后呢 德国政府是预计在 2022年要全面退出核能 本来今年以后 就不要使用核能了 就不使用核能了 而且包括有三部的 三座核电厂 今年就要完全停止使用了 但是现在德国的经济顾问 已经在放出风声 看看社会的反应 就是说 是不是要有一些 喘息的空间 来延长这些 核能反应炉的年限 另外当然最冲击的 就是过去 想都没想到 德国要重新启动 燃煤发电的部分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燃煤的部分来讲的话 现在过去 原先都要逐步的淘汰 因为这个部分是 这种碳排放的部分问题 但是现在恐怕 为了要便宜的能源 也必须要考虑 重启一些燃煤发电厂了 的确就像刚刚上志所提到的 原本不打算要用核能的 现在包括德国 包括日本 都已经开始要来使用核能了 你看得出来 在这一次这个能源大战 大家真的非常的缺 也非常担心 接下来对经济的一个冲击 对 其他欧洲国家当中 其实也受到很多的挑战 像是我们来看一下波兰 波兰很夸张 那波兰都知道是 完全是抵制俄罗斯的 所以俄罗斯最快 把它断气跟断煤 所以现在在波兰怎么办呢 现在波兰现在没办法 竟然宣布说 可以在林务元的同意之下 民众去减食树枝来烧 那么在记者在问他说 那么现在我们能源不足怎么办 他们说他们会想尽办法 来看提供供暖 什么办法 竟然开始减树枝 而且减树枝还不是简单 这里头包括波兰 我看到手上这个 它的部分对于减树枝的 规定非常严格 比如说你只能从在山上减 树上的不能栽 即使是枯枝 要等它掉下来 掉下来当中 你还有一定的尺寸 另外包括还有监管机构 而且看到这些减下来部分 还要算钱 因此这里头包括 一般民众要取得树枝 也是重重的难关 真的是苦不堪言 非常是 如果这里头 另外包括像捷克的部分 捷克的部分就刚刚提到了 就是提到 所有要发电的部分 能烧的都要提供 问他要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思考的部分 其实都没有 不外乎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个部分 其实都是恢复燃煤的部分的考量 那么另外一部分 包括像法国也同样也是 另外主要的部分是在于 法国的东部 原先也都是不思考煤炭 但是现在煤炭的发电产 也都要启动了 另外法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他们的核电厂 法国的核电厂 其实还是主要的发电来源 但是最近主要他们的核能的部分 发电厂很多都在检修 所以也都面临很大的 这个检修的部分麻烦 现在都要赶快想尽办法的恢复 所以但是法国还有核电 但是煤炭在过去欧洲国家 都是已经要放弃了 几乎都重启 我们看到包括在荷兰 同样也是启动煤矿 另外荷兰有个比较特别是 荷兰自己本身过去 其实有个天然气田 这个在位于格罗宁根省的 这个天然气田 过去曾经为荷兰带来了 非常高的部分的收入 大概在1960年代 就已经在开挖 但是在开挖 这个天然气田之后 就发生了地层下陷 有这个巨大的气穴 包括了房屋的倾斜倒塌 跟强烈的地震 因此在先前其实一度是 亭子开采的 但是现在天然气 是在太重要太值钱 目前正在考虑说 万一真的没弹法 荷兰的最后手段 就是要重新开采 这个格罗宁根的天然气田了 好 刚上次带我们看到 其实为了这个能源的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是 全部都在欧洲 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在 全面的备战了 反观台湾 台湾在这一次电价调涨 台湾同样也缺电 原本很多民众可能会觉得说 民生用电其实并没有来调涨的一个部分 我们要请教叶教授 但是民生用电没有调涨 您之前曾经说过 如果说核四现在没有要运转的话 没有要重启的话 可能2025年 这个供电的部分真的会出问题 所以台湾是不是也要像 像是日本或者是德国 他们重新再重新来使用核电 我觉得为了要维持我们国家的供电稳定 确实政府应该要考虑 现役电厂的演绎 再加上核四的重启 我们就来看这一次的电价调涨 我们不是对了工业用户调涨15% 这个民生用电 如果你用电量超过1000度 他也要给你涨9% 那你看这一次为什么非常不可 我们看的这张图 这个是分成两部分 一个是台电自发电力 它的发电成本 煤度电的发电成本 右手边是购入电力的 煤度电的成本 我们先来看自发电力 对台电影响最大的 其实就是 底下这几种 都是台电现在发电的能源的种类 那现在成本最高 成本最高当然是燃油 不过这个比例很低 所以我们就先不考虑 那大家看到这条黑线列的 其实是发电的平均成本 2.27 可是你看它的燃煤 已经每一度电来到2.72 燃气已经每一度电来到2.58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台电现在 它的这个供电 发电的成本的压力 其实非常大 因为我们台湾 现在有83.4% 是来自于燃煤跟燃气的发电 所以这么高比例的化石燃料 然后再加上它们的成本都很高 所以台电我们预计 我们预计到今年底 台电光这个燃料成本的支出 就要比去年增加2000亿 那你看它 它这一次的这个电价调涨 其实对台电的收入而言 大概增加290亿 所以对整体台电的 未来的这个支出 其实只有非常一小部分 没有办法去弥补 它这么庞大的亏损 完全没有办法弥补 所以我们就很担心 这一波的电价调涨 其实只是前菜而已 后面还有 只是前菜 对 竹菜都还没上 还有一波接一波 还有 还有我要特别强调 就是我们政府的能源政策 因为它把重点都压在 这个再生能源 各位看到这边购入地利 购入地利大部分的再生能源 都是由民间发出来的电 可是台电被迫要去采购 这些再生能源的电 那你看现在的购入地利 平均成本是3.01 然后你看到这个再生能源 从这里风力发电 太阳光电 地热 其他再生能源 每一个都比平均值还要来得高 那现在我们值得 稍微松一口气的部分就是说 现在再生能源的比例不是很高 因为去年只有6% 可是未来我们政府规划 要到20% 所以这些高成本的再生能源 在未来如果投入到电力市场去的时候 那台电整体的发电成本 还会再继续飙高 所以我们其实根本就可以预期说 这波的电价调涨只是个前债 后面再生能源的比例 发电比例越来越高的时候 整体的这个电价成本 还会再继续飙高 所以一波不够还有在下一波 下一波不够还有在下一波 因为民生用电他们订了一个门槛 大概是3% 就不像这一次这么夸张 15%跟9% 那整体民生电力的电价 如果要上涨3% 那显然不够 所以他我才会讲说 这一次只是前涨 后面还会越来越多的这个电价调涨 才有办法满足填补台电发电亏损的这个部分 好 我们说到在这一波这个能源大战当中 当然在大陆全世界都有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对大陆经济还有一个重伤 就是致命伤 就是他们在先前的这个动态清零的一个政策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两天到香港 那么去参加这个主权回归25周年 但是他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政治 或者是经济方面的意涵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来 大K今天要分享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财经大白话YouTube频道 订阅已经突破10万人了 那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加入订阅 成为我们财经大白话的议员 一起在股市中成长 不管你是财经小白还是投资老手 天天都有消息跟您做分享 让你的存款数字跟手机号码一样长